尼尔·希尔斯展开了抓捕犯人的行动 但尼尔似乎只能把这些犯人抓捕后改造成改造人 尼尔领队A和他的队友们准备抓捕音速的索尼克 但是A完全拿实力变强 且学到新招式的索尼克没办法 最后丢掉自己被瞬间打倒的队友们逃走了 尼尔领队雷电和他的队友们只能把性感囚犯和他正在训练的囚犯们全部抓捕到尼尔 最后尼尔领队水龙和的队友们悄悄的包围了正在当搬运工的英雄受力者 饿狼 这是最后一个载货 话说小哥你 真有力气啊 今天你干活干得不错 给你加薪哦 工作结束后 我请你吃你想吃的 肉你觉得怎么样 难得见到力气这么大 这么适合做搬运工的年轻人 合理搬运工的领班非常高兴 初遥准备请饿狼吃饭 还邀请现在是在做临时工的饿狼 直接转正 让他们公司做正式工作 我们正需要向你这种又活力的年轻人啊 不 我 满腹已久的水龙班终于出手 麻醉弹 命中目标 不对 没有击中了 咦 你们干什么 我们是尼尔克斯 那个男人 是同级的凶恶犯人 请您离开这里 没想到 这种案件 恶狼也一个不拉的全部接触 但水龙班的队友们 没有注意到恶狼的动作 他们非常奇怪 为什么恶狼还没倒下 麻醉计划失败 队友们准备正面偷击恶狼 要试试吗 可以 但愿受伤了哦 呸 一瞬间 水龙的队友们全部倒地 班间公司的领班 与着突如其他战斗的下方 警察 英雄 快来人啊 喂喂喂 明明都叫你们别受伤了 潜伏在房间里的水龙 打开了窗户 你真强啊 显然 水龙对恶狼很有兴趣 水龙知道 恶狼是他的爷爷 水老师傅的旧友 同于武士家的邦谷的原弟子 传闻 让S级英雄都投降的人物 果然伸手不凡啊 我可不会有那么亲戚 被你打败哦 恶狼君 我水龙 一定要把你带回力哦 恶狼一眼不发地站在原地 这孩子 真不够意思 我上楼 变得有一次起来了 恶狼君 水龙把河地搬进公司的货车 扔向了恶狼 恶狼小心地接住了货车 明迪 郑胡娟 住手 是白痴 或者被水龙一城摧毁 水龙防住了恶狼一脚 情龙啊 而且更难以置信的是 你居然连一般的实力都没拿出来 要是没穿这个战斗服 可能还真有点威胁 就让我来用用看 这叫战斗服的东西吧 启动 使用了战斗服的水龙 速度和力量都显著增加了 这就是战斗服的性能吗 确实非常强利 但是 但水龙的学技艺啊 现在的恶狼 居然还适应自己的迷离学员 这样下去的话 脱了越久 自己就会越不利 那么再试试这个吧 N20的战斗服 才有搭载的特殊功能 挤出新制器 水龙的出血突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水龙的感觉也就奇怪 嗯 这势头太强 连打停不下来 原来是 解除了新制器的战斗服 已经不受水龙的控制 在自动的疯狂连打 水龙在精力控制自己 停下攻击 停下了 是故障吗 战斗服终于停了下来 水龙感觉到 这单纯的强大的力量 已经和他的武术无关了 水龙不仅感觉 这有些打击自己的自信 倒在地上的恶狼 也把刚刚猛烈的攻击 全部接下 水龙也突然反应了过来 哎呀糟糕 我小心 吓得太重了 还 还活着吗 卧槽 真的假的 等等 我现在可动不了啊 啊 客人在乎都 恶狼停下了手 卡车 我的工作啊 看你们干的好事 你们说 要怎么陪我啊 你怎么回来了 快逃啊 这家伙超危险的 你 你这打工的 简直是瘟神啊 我真是瞎了眼 还要你做正式工 我不知道这家伙是通缉犯 还是什么 反正快点帮我抓起来 恶狼回头看了看 生气的领扮 恶狼没有再对水龙出手 慢慢的离开了这里 报告 这里是水龙班 我们作战失败了 战斗结束 水龙向利用本部 汇报着现在的情况 本部那边问到水龙 战斗服使用起的怎么样 水龙表示 这种战斗服 即使是外行使用 也能快速的提升力量 可以说是个不错的武器 但是安全方面 他就觉得有利有利 因为刚过的战斗 战斗服似乎是 因为自己的动作 强化了预期设置太多了 导致了热失控 没过多久就停止下来 反而使自己不能行动 水龙感觉 要想把战斗服 引入自如的话 还需要一些诀窍 战斗服 对望实力比自己弱的人 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 但如果 面对的是 比自己更强的人 这样 弗兰会防御使用者 还真是 人外有人啊 英雄 看了也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水龙坐在地上 感叹着 对了 那战斗的名字 居然也登记在 英雄名簿上 吓了我一跳呀 要不明天 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 这一话中 久未的恶狼 终于回过到剧情 战斗服水龙 vs恶狼 但是 现在的恶狼 到底是什么实力 我们还无法看到 因为恶狼 是没有什么战役的 对战水龙 只是意思下的 回敬了几次 不过 因为恶狼 受到水龙的战斗服 解放后的攻击后 被破了一点防 这让我感觉 现在恶狼的实力 可能是不如 当时能秒杀黄金的状态的 不过也不能小看 战斗服水龙的实力 之前同地分析过 这个战斗服 是直接连接了 使用者的神经 所以这个战斗服 应该是使用者越强 提升就会越大 而水龙的实力并不弱 战斗服提升的 单纯的力量和速度 应该也是不小的 再说说 现在的恶狼 我最好奇的 不是现在恶狼有多强 而是现在恶狼的心态 在14年 原作94化 恶狼的逃走 直到20年 原作133化 时隔6年 恶狼在剧情中 正式回归 恶狼在被奇遇的化 典型后 在133化中 我看到了 现在的他 或许只想过平凡的生活 似乎已经没有了 知邪当着霸气 恶狼之后的发展 真的是非常期待 最后水龙说的 出现在英雄名册上的 那家伙 应该是他的妹妹 水虎 虽然是我乍一看 还以为是恶狼 但是 由于想 以恶狼的身份 应该也不可能 让他去当英雄的 不过 之后的剧情发展 也说不定的 好吧 最后期待望老师的更新 虽然视频的时间短 但是制作的工作量 是比我之前 十分钟的视频 还大的 因为有很多 打造的内容 所以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支持一下